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身攻击第十二集 我以为像袁金夏那样聪慧灵巧的小姑娘总该是与普通女子不一样的 她曾是六扇门捕快,对人心,十局巧的都比别人长远通透 总不会为了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恼我,记恨我 何况我与她解释了许多遍 可我错了,在暗中监视她这件事上 那丫头吃了秤驼,铁了心认为我偷看她了 在她心里,我简直就是十足的登徒子,伪君子 此事上我监视她是不对 可我只能解释不能道歉丹这罪名 于是这小小的误会一直拖到我调任仅一位精力都没解开 对于突然调离亲军护卫,我并不是很意外 这一想,便知是我爹的授意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精力,但这和深宫禁军不一样 会经常有巡查击捕的任务,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凭借我爹的权势关系,再在锦衣卫里摸爬滚打两年 关节自会一级一级升上去 争点气的话 大抵在我爹告老还乡前,我是能坐得上锦衣卫指挥的位置 压得住手底下那帮人的 但是,我真的能不能做到 我现在还不知晓,只是要趁着离工前再见见圆巾下 可我想见他,那丫头却不想见我 像只冬日里的猫一样,窝在御膳房的灶前不动窝 撕射间的太监,春儿换了他几次都不出来 见不到他 我只得托春儿给他传话 叮嘱他以后在宫里小心些 莫要插手管闲事 若真的预了是应付不来只管托春儿来寻我 至于出宫的事宜,进步一动,只管再忍耐些日子 话是托人传了,也不知圆巾下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他身边那宫女行径有些古怪 我怕那丫头受着鼓动又心软两人再合计什么出宫的计谋 可是不管怎样不放心,我也只得去了锦衣卫 对于我自作主张跑亲军护卫的事,我爹并没有太恼我 我回家的那日,他还特意嘱咐厨子弄了一席颇为丰盛的洗面 我们父子两时隔三年多,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没有以前的剑拔弩张,安静中透着罕见的和谐 不知是鲜少未见的原因还是如何 只言片语中,我竟无端地察觉到 在朝廷上威风凛凛的锦衣卫指挥时,好像老了 没有以前那般精神爵术,会中气十足地骂我逆子 宽大的衣袍弧球里裹着的像颗老松,气息变得有些浑浊 桌上的油腻荤腥也不动,吃得十分的清淡 桌上沉默凉酒后,他才轻轻搅着汤勺问我 在宫里,可是见着你要找的那姑娘了 我点了点头,方德的身份你查清楚了 听见阿德的名字 我微微吃惊抬起了头看着我爹问道 阿德是爹的人?是您派到我身边的暗卫? 是爹的人,可锦衣卫里也不全是爹的人 方德是个忠义之士,像爹以前的一个故人,只可惜他们都死了 我爹这话似回答了我的话,又好似没有 我想问他,阿德为何会成为暗卫,进入锦衣卫训练营保护我 最后已死住我成为锦衣卫 是什么原因让他那样义无反顾 甚至丢下自己家里母亲成为我爹的死事 这个谜团在层服送到我房中的那份卷宗里 家境二十六年,东百年难得一遇的暴雪侵蚀京城一月有余 城里城外恶嫖遍野 朝廷在城门搭鹏诗州,救济百姓流民 可即便朝廷震灾,那年冬日还是死了很多人 其中有一个身怀六甲的女子,幻楚秀秀,方德之妻 这是我爹派人送来的卷宗上所记,下面还压着一纸诉状 状告顺天府一贪赃王法,以每米震灾至十上百,灾民十州中毒而死 看到这纸诉状,我想起来原今夏说方嫂嫂 若能吃上我湿的粥,也许就不会死了 我才知道,原来,那年朝廷用来震灾的是发霉的粮食 可酿成如此大祸,却从无人提及 大灾过后,枉死的百姓无人记得,官员却恭继卓越拜相入阁 只有一个小小的六扇门捕快仍记得他枉死的气儿 不惜以命死见二品大员 这张被我爹藏起来壮指 让我想起来了一个官在赵域很久的人